下一集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有了孩子以后 我不更需要努力工作吗 而且我赚的钱 全留给你和孩子的 他总是说我乱花钱 可是明明当初 他说好的要养我 如果这样的话 我永远去工作 现在你总是买一堆化妆品 都用不着 我希望是可以 把这些钱留给孩子 孩子现在还小 需要人照顾 你现在还要出去工作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黄先生24岁 来自麒麟 个体老板 有请小王 有请 陈女士23岁 来自黑龙江 全职妈妈 有请小陈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么年轻就结了婚了是吧 对 孩子也有了是吧 小朋友多大 14个月 14个月 今天是你要来的对吧 对 是想不再做全职妈妈了 想出去工作是吧 是 说说原因吧 我俩就是相识 因为我是她的员工 她是我老板 然后她主动追求的我 她那时候对我特别好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然后每天接受我上下班 一日三餐都是她 她说让我当全职太太 我答应她了 可是后来呢 她就变得就是骗我 放我鸽子 就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就是蜜月旅行 她答应我要带我去买三亚 然后提前两个月就告诉我带我去 然后我就一直准备 然后买什么泳装啊 防晒霜啊 什么都准备好了 连机票都订好了 然后她突然提前两天告诉我不去了 这是为啥 因为当时接了个单 这个单非常大 我感觉旅游吧 走私以后的事 暂时工作为主 挣钱为主 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事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也是之后才知道 马上就要去了你才告诉我 我没想到事能发生这么长时间 那客户每天都会有 不是 你放一下就放不了呗 单是非常大的 你说挣钱 男人首先认为挣钱为属业 是不是 家庭为副业 是不是 那你说假如我不挣钱 我会怎么去养活这个家呢 如果早一点告诉我不去的话 不让我这么准备 我也要去 我也打算走 是不是 机票什么都订完 你也跟我说好了 但是这个单对我非常重要 是不是 所有的工作权全靠回头客 来维护这个生意 是不是 行 行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男生有一句话 大家记住 我们打一点 工作是主业 家庭是副业 这个追求的时候是一回事 娶回家了以后 你发现她有一些变化 现在怎么样 一开始我俩挺好的 后来吧 她就去酒吧 她也回家 就是回来得很晚 然后呢 之后她就打牌 然后按摩什么的 最后还接触一些异性 跟异性在一起 我每天在家一个人待着 我能不多想吗 因为男客户比较多嘛 完之后一起出去谈生意啊 晚上家客户要求去夜店啊 喝点酒 老手喝 他有生意 我每回都会陪客户 客户提出要求 我就会出去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你在应酬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你应酬为什么还要陪女人去逛街 陪女人吃饭 那叫应酬吗 你告诉我那是你的客户 那为什么我看你手机 你跟他俩聊天 是特别暧昧呢 那客户说走出去逛个街 你说我照顾在第二个时间 我就出去陪一下 落我喝 我也没有说别的意思 去会发生或什么事 那后来你夜不归宿 是为什么呢 那你说别人工作在十个小时 我工作在十六个小时 我比别人多六个小时 我也想回家呀 我累得都不行 后来你一个月三十天 你有二十八天都回不来 那因为工作天在忙 有时候在陪客户啊 你陪客户陪女人对吗 不是呀 客户都是回头客嘛 你之前在上班前 你也知道 咱们所有的客户全都靠 回头客来维持这个生意 是不是客户关系 是吃饭啊 陪着逛街啊 聊天啊 在一起洗澡 按摩 洗澡也是分开两个洗衣 没说在同一个洗衣吧 那为什么你回来 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我感觉理解我的女人 我不需要去解释 你说这些事 毕竟没有什么事 本身你就小心眼 我越解释吧 你想得越多 你说解释来解释去吧 你想得那么多 我最讨厌你 跟别的异性接触 然后你还这样 问一句啊 这个一个月三十天 回家二十八天是事实吗 是赶上上个月 特别忙的情况下 是赶上上个月了 以前不这样是吧 以前不的 那孩子在十四个月了 等于他就不管呗 他不管 孩子从来都不管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心里不舒服的 或者觉得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 就完全把我当成一个保姆 不是他的妻子 因为每天我在家 就是忙着照顾一个孩子 一个女人照顾一个孩子 多费心呢 天天一日三餐 给他做的 还得喂饭 然后还得给他换尿布 他有的时候 偶尔回一次家 我说你帮孩子换换尿布 他告诉我 我不换 他跟我顶嘴 甚至跟我喊 我感觉工作一天呢 我还特别累 我还想去多陪孩子 去的时间很少 我心在家 他多忙帮看孩子 能体调一下男人 回家去起码 安慰话呀 什么话呀都没有 不是你给孩子换尿布 不就是陪孩子吗 但是我 连抱都不会抱一下 那你说我一个大爷们 你说天天回去看孩子 就算你在忙孩子发烧 孩子发烧住院 我一个人陪着他在医院 我给他打电话 我告诉他 你过来 我说我一个人照顾孩子不行 我等着他一天一宿 他都没有去 那当时晚上陪客户 这个单非常大 晚上我接完这个单 我不行第二天 就可以回家 我去多看看孩子 多陪着孩子不行吗 孩子打预防针 我说要你陪我去 人家都是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一起 结果你呢 没有时间忙 你是干什么去了呀 天天陪那个女人 在一起是吗 我没去陪女人 我去在工作 你之前在我那上班也是 我也没说去陪哪个女人 去出去吃喝 我没发现你以前有多忙 出去吃喝玩 自从结了婚之后 我才发现你特别特别忙 我都看不着女人影 现在想出去工作是吧 我想出去工作 想出去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连钱都要管着我 什么意思 以前他挣的钱 我可以随便花 他不会管 但他现在就买点化妆品 他都会管我 因为他买的化妆品嘛 都是大牌的 说女人美啊 买点化妆品可以是吧 他买完他去送人 送完人没了还买 没了还买 那女人不就是爱美吗 我就是喜欢那些化妆品 那你们说你买可以是吧 我可以让你去买是吧 钱我也给你呢 是不是 我除了应酬钱 我送的钱全给你的是吧 你每月都 我感觉你都去买化妆品 孩子身上一点都没花到 你买完化妆品吧 还去送给别人 这个我不理解 我发现你现在对我特别小气 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我就出去找工作 当之前我要你做全太太 我也没说这个钱 男人挣钱给女人花 这很正常一件事 你就全买化妆品 我都无所谓 我必须要你去送别人 是不是 之前我做的全职太太 我答应你 是因为我觉得咱俩是平等的 我照顾家 照顾孩子 你在外边挣钱 现在我觉得不是了 我就得自己挣钱 我自己花 不用你给我买那些东西 那你就出去工作呗 对 我就要出去工作 他不让是吧 我感觉孩子太小 因为我给的钱也够他花 一个月现在家用多少钱 他一个月能给我 五六万左右吧 全花完吗 差不多 那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呢 一个月五六万 两三万的房贷 四五万的房贷 没有 就是化妆品 五六万的化妆品 然后还有孩子一些 是用的 孩子花多少钱啊 孩子也就花 两万块钱吧 两万左右吧 孩子用什么 要用到两万的 十四个月的孩子 奶粉什么的 我觉得 你心里有数吗 没有数 这孩子是 没有数 这是个实话 孩子是自己一个人在带 还是有婆婆帮忙啊 我自己一个人 家里有没有什么 阿姨帮忙什么的 没有 就一个月花五六万是吧 对 全部花完是吧 是 你指她现在管你是说 不到五六万了 还是说五六万给你 你觉得不够用 再问她还要要钱 够用 但是她就不让我买化妆品 你算过吗 你一个月平均买化妆品 要买多少钱啊 没有 没算过 所以家里面开销 你是稀里糊涂的 是 这就放心吧 钱都给了 因为当时 我做的样子 做前世太太 我也希望她照顾孩子 男人嘛 挣钱就给女人花 有多少 我会给多少 除了我的应酬之外 剩下的钱我都给她 行 好 我接着问 那个如果去工作的话 找一个什么工作 一个月能挣五六万呢 就是你现在的能力 没有 没有 那所以说这个 要出去工作 只是个幌子是吗 没有 我还是打算出去工作 无论我挣多少钱 我都要出去工作 那目的是什么 因为她不回家呀 不回家 全是我一个人照顾孩子 行 她要出去工作了 孩子怎么办 想过吗 我不打算让她出去工作 为啥呀 因为出去工作 孩子太小 没有人照顾 就找房屋也是 没有自己亲生妈妈 照顾得好 我再问一下 如果她现在 不管你的钱 你还出去工作吗 就是五六万的 那个开销 你自己花 我不管你了 你还出去工作吗 出去 也出去 因为她一个月30天 有28天不回家 我一个人 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孩子的 那这个持续了多久 一个月30天 28天不回家 得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左右了 所以一开始听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特别过分 听完之后你就明白了 这世界有很多事都是因果 女方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解决男方回家的问题 是吧 对 男方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把女方扣在家里的问题 是这意思吧 对 玩手去买些化妆品什么的 花钱省着点 对 多给孩子点 男孩女孩 男孩 你儿子一个月用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反正天天老出去玩 我儿子我知道 天天必须游乐场 他不出去玩 他又会叫啊 那你觉得你这日子过得 是好日子 还是糟糕的日子呀 糟糕的日子 你说说你理想当中的 婚后生活好不好 我理想当中的生活就是 男人天天出去打拼挣钱 你们在家看孩子 好好好 然后你挣足够的钱 然后他花 对 他把那个家里给你料理的好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那说说你理想的 婚后生活的憧憬好不好 就是想我们三口人 每天在一起 无论就是他忙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每天忙到再晚 你必须回家 哦 底线也不高 你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在你们的关系中间啊 我看到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也是我们现在很多 中国家庭中间 或者说年轻夫妻之间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生活中间 我痛苦了 你要改变 改变成我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一开始 你可能是被他的乖巧 听话吸引 而妻子是被丈夫 曾经的对我好所吸引 你们对对方 这个价值认同的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价值 等到你们结婚了以后 彼此之间这个价值就没有了 所以维系你们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了 其实你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只是说在一开始的追求的过程中间 可能婚前的那个过程中间 没有孩子的那个生活中间 两个把对方理想化了 当然谈恋爱的时候 理想化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是一个理想化 落地的状态 也就是说婚姻中间的柴米油烟 酱醋茶 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接受 所以在这里两个人之间 就发生了一个冲突 但是很不幸的是 就是你们不懂得如何去化解冲突 你们化解冲突的方式 就是无畏乎就是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指责他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所以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沟通上面出了问题 你们的沟通不是沟通 是指责对方 并且要对方改变的状态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胡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你俩还真是般配啊 特别般配 俩稀里糊涂的人 我来说程女士啊 你每个月花五六万块钱 买化妆品 你那化妆品用哪了呀 你每天在家带孩子 你还涂抹化妆品呢 你不知道化妆品 对孩子伤害最大吗 我在有了孩子之后 除了工作录节目 我会抹油之外 抹油化妆 我在家 我连油都不抹 就是怕孩子 跟我肌肤贴近的时候 那个东西会伤害到孩子 我都散且把 妻子这个角色 放在一边 不说妈妈 这个角色 你都没做好 我们是要让自己 即使在做一个 全职太太的时候 也是容光焕发的 也是能够展现出 女人美丽的那一面 给自己的先生看的 但绝对不是靠化妆品 是由内而外 散发出来这种 女人自尊和自爱的美 接下来说 黄先生啊 今天你们俩过成这样 有一部分是 女士可能没有给你 足够家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你自己不把家当家呀 在你的认知观里面 孩子 妻子 是你的附属品 只有客户和你所谓的事业 才是能够跟你 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 一个认知观 我觉得您根本 没有必要结婚 所以我觉得你俩呀 先别谈什么 责任不责任 家庭不家庭 什么 对位 什么应该做好 丈夫应该做好 我觉得你俩先成长吧 就先学会 把这个世界观 稍微给他证一证 去了解一下 正常的在你们 这个年龄阶段的 这个人的所思所想之后 再去考虑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 好吧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坦白地说 听起来你们的婚姻 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为你从一开始 你就没把她当成 真正能跟自己 去谈恋爱 结婚的那个对象 你把她当成一个 为你命适从的一个员工 她开始就是员工 你看中她的也是 她的外在和当事的听话 所以在你脑子里 根深蒂固的是工作第一 我不知道一个月里头 只有两天在家 还不一定是几点回来 这样的生活 你干嘛呢 你把家当成了一个旅馆 可能还不如啊 你何必回来呢 你干嘛要拖着她呀 你图什么呀 图自己踏实 你心能踏实吗 不关心孩子 你知道孩子 为什么要老出去玩吗 因为她没有父爱 所以她也很空虚 但孩子不会说 女孩呢 太空虚了 空虚到说 我每个月 我都不知道花多少钱 去买化妆品 空虚到说 孩子身上 我应该花多少钱 怎么去规划 没有 空虚到 把老公给的 养家的钱 买化妆品送给别人 像社交 交朋友 交不来朋友 就如同只靠钱 是找不来老公 是一样 你现在只是自以为 抓住了他的软肋 说我要去工作 谁在骨子里 看得起你吗 你出去工作一试试 断了你的钱 你养得了自己吗 你说话都没有底气 如果一个说话 都没有底气的 没有自尊的 这么一个女人 你让她回来 可能吗 你敢不敢说 你别回来了 离婚吧 你都不敢啊 所以能不能先捡起 自己的自尊呢 你的位置太低了 低到让你对面这个男人 根本就看不起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你原来的职位是什么 就是帮他接单 是他的助理是吧 对 你刚才说 你最理想的家庭生活状态 是三个字 在一起 对吗 对 如果你再出去工作 那就是你 孩子和他 三个人都不在一起 对吗 对 所以这是你理想的 生活状态吗 不是 如果三个人都在一起 真的是你的 理想的生活状态 你应该 努力往这方面迈进 对吧 所以你再回答我 你要出去上班 是真心的吗 说实话 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他回家 你应该回去 看看你原来的工作岗位 再回想一下 当年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原来你拿着一份微薄的薪水 但你通过你的劳动换取果实 你有自尊 你肯定跟他夸了海口 你只要嫁给了我 不要上班了 在家里带孩子 哪要那么辛苦 一天到晚像原来一样 风吹雨打 放心我能挣钱 你肯定说过这样的话吧 他心里想的就是很简单 我努力挣钱 你就给我带好孩子 别的你 啥也别管 你也不要上我公司去 所以你以前是员工 你现在还是个员工 只是换了工作岗位 不坏说回来 你以前是他的员工 你很清楚他的工作状态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这个男人 爱你自己的孩子 你花他的钱那样造 你不心疼吗 虽然他一个月28天在外面 也有玩的时间 但是挣钱容易吗 你不会把这些钱存起来吗 为家庭做长远的打算吗 你有吗 你造 所以你活该不让人尊重 你把别人当冤大头呢 而冤大头这种事 是你自己营造的 因为你结婚的时候就说了 放心我爱你 我愿做冤大头 我挣个钱就是要给你花的 现在自己抽自己嘴巴了吧 你现在说有了孩子了 不能分手 那就请你履行起你做母亲的责任 履行起做妻子的责任和尊严 尊严和面子是自己争的 你以后不要再吹牛了 好吧 你要让他知道你挣钱有多不容易 同时那儿子不是别人的 是你 所以长点心吧你们两个 好歹都是爹妈的 就对了 好 谢谢透老师 今天我们特别像在这个法庭上 听一个合同纠纷你知道吧 合同的甲方说乙方没有履行承诺 乙方说甲方你没有履行承诺 到底谁没有履行承诺 其实先看清楚 不再去纠结这个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方红堂真情60秒 以后希望你都能照顾照顾孩子 完了把剩余时间 完了我多说说破 回家看看你的孩子 我觉得我跟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你总是骗我 我感觉咱们还是以家庭为主吧 从咱们都做了 我还是把事业方法 以家庭为主要的 现在家庭 我也想改变所有的一切 你怎么这么说 请亮灯吧 喝知识 长知识 宝贵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俊乐宝 长知识了 爱情记忆箱 请开箱 女生放的那是什么呀 白天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给宝宝做的那个主意儿 我想安排回家 我们三个好好在一起 男生那是什么呀 刚认识之前 过生日前送了一个手表 他送我的 这二表虽然也不是什么品牌 这两年多一直戴在手上 这两年多都陪伴我 永远陪伴着我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 爱 累了就很快 安静对望也想告白 怕心都打开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啊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 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喝知识长知识保余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就喝军乐宝 长知识了 古方鲜红糖和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 获得由古方鲜红糖提供的 《爱情保余战》 鲜红糖礼盒一份 来 接下来见识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识 请亮灯吧 不想确定日期 拉长幸福 谢谢两位请回吧 在爱天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暖暖心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祝他们能有所改变 认真而尊重地对待